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客馆9月29号将举办海费麦娜斯永续大步走的秋季渐走活动 记者会上有请金曲奖最佳原著名歌手伍斯艾演出 金曲歌后 我们秋季渐走活动请来了金曲歌后 五十爱替记者会开场 邀请全国民众9月29号参加海费麦娜斯永续大步走渐走活动 为地球环保永续尽一份心力 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么漂亮的一个山海美景 希望不要再有海费能够看到 然后更重要也能够再出来因为借由渐走 然后能够有静灵减碳这样的一个永续的概念能够培养出来 那么为了要让9月29这个大箭走全民都可以参与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 我们把海客馆你看杨金 还有我们的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很好的礼物都有拿出来 要赠送给各位 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感谢内政部也跟我们一起响应 所以呢其实前200位的都可以也可以收到内政部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他们的一个水准原点的公宅 所以一个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集三年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办 从今年开始每年都会办 如果你集三年都可以拿到我们这个金牌奖的话 可以变成为海客馆的永久会员 是无限次数可以免费 可以进我们这个博物馆大园区去看这个所有的展成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借着这个929 0929这样一个轻松走 要请大家一起来舰走 主办单位海客馆希望透过这次舰走活动 换起大家对于海费议题的重视 守护地球和环境资源 共同为永续跨出脚步 记者华少鸣即用报导 为了降低电信箱影响整体的景观 副议长杨秀玉与市议员吕美玲 向电信公司争取彩绘电信箱 才会具有怀旧风格的投币式旧型公共电话 然后连接了家人的距离亲情爱情友情 全部都靠这么一条一个电话筒连接起来 而且呢在那个尤其是长距离的恋爱 我相信大家都是一定是每天都用四个十块钱 然后要多放好几个十块钱才能够谈得完 那不管怎么样呢 父母亲也都是在等待我们给她报平安的电话 所以呢这个电话筒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棒也非常的好 我是用这个画架用她的灵魂把它画出来 所以今天我跟美玲穿越时空 来到了780年代的那个时空来怀旧 那美玲我刚才问她说 当时老公追你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公共电话里面 是不是花了十块钱的铜板花了不少 她说有可能啊我也不知道 为了降低电信箱影响整体景观 基隆市议会副一长杨秀玉 特地协同市议员吕美玲向电信公司 争取彩绘电信箱 请专业壁画达人分别在这两处地点设计彩绘 美化环境成效相当不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要教导民众如何更健康更环保 卫福部技能医院特地办理113年健康促进嘉年华活动 推广健康与永续同行的目标 不管是利用打拳击的方式释放身心压力 或是重视心脏战动远离中风 以及提供吸行肝炎检查成人健检和鼓励戒烟 为了教导民众如何更健康更环保 卫福部技能医院特地办理113年健康促进嘉年华活动 利用寓教娱乐方式教导民众更健康之外 也鼓励民众重视环保 例如自备环保杯购物袋 减少塑胶使用等等 推广健康与永续同行的目标 不用一个一次性的成绩 我们都只能用自备餐 那免至于我想 你们都 你们去买饮料杯 饮料会自备饮料杯 我会 然后 对 那不是那边五块钱 其实真的每天产生的那些 我们有六个闪关活动 那我们希望在这些嘉年华的游戏里面 让大家去了解健康跟永续的关系 那我们也希望期待一起努力 那我们来做到我们的一个健康场景 永续生活的一个生活困境 基隆医院指出 微小的改变就像是蝴蝶效应不容小觑 健康和环保其实是息息相关 减少碳排放和塑胶量 避免形成塑胶微粒等污染 才能共创健康美好 永续发展的环境 记者吴俊松 中秋节前夕 仁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特地举办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公司 及达摩爱心会 抛砖爱心社等善心团体和个人 制赠了280位韩式渔夫帽 及应景的月饼等生活物资 鼓励韩式们振作回归社会 五位韩式代表们 自愿参加柚子保龄球比赛 用柚子当保龄球 撞倒贴友失业疾病贫穷等贴纸的宝特瓶 象征打倒各种困难 重新自立重新生活回归社会 中秋节快到了 仁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特地举办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公司 以及达摩爱心会 抛砖爱心社等善心团体和个人 制赠280位韩式渔夫帽 以及应景的月饼和柚子 洗发金口罩等生活物资 鼓励韩式们振作 找到适合的工作 我们这次以月鑫希望 用你平安为主题 那又准备许多的应景的礼品 包含月饼柚子 一些清洁用品 以及这次也准备了一个 很特别的渔夫帽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渔夫帽 来保佑这些韩式朋友 可以在中秋前夕 能够感觉到团圆的气息 并且可以让他们遮风避雨 带在身上 让他们走在街头 也可以遮太阳 下雨天也可以遮雨 那最主要这次也非常感谢 这些许许多多的善心团体 包含达摩爱新会 基隆市抛装爱新社 以及中华电信基隆运营处 等等的一些善事朋友 捐赠这么多的这个物资 来照顾这些基隆在地的韩式朋友 包括意见协会人员也一起响应 人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举办的这项韩式庆中秋的活动 为有需要的韩式们 修剪头发以及眉毛 精神气爽过中秋 也面对未来的自我挑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立法委员吴宗宪黄建豪 特地到基隆力挺市长谢国良 进行助讲 立法委员吴宗宪 和特地从台中北上的立委黄建豪 跟基隆市议员韩式玉 共同为市长谢国良加油打气 并陪同谢国良 到信义区东明路一带扫接拜票 呼吁市民相亲 10月13号踊跃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票 请善良 反恶拜 市长加油 我们一定要出门来投票 来投效这个反对罢免票 那大家好奇说 这个台中市的立法委 跑来基隆市做什么 那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 我想台湾是一个很可爱 很小的一个社会 人口流动非常的密集 那我们有很多台中的乡亲 都来自于基隆 最大咖的当然就是我们台中市长 卢秀燕 大家都知道 卢秀燕市长 在路边有很多市民 在支持我们市长 那包含说今天从台中上来 就是说 就像我们的台中有很多的 相亲也来自于基隆 我们希望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台中的相亲 有基隆的亲友 也能够注意到说 基隆正在进行一场挺善良 反恶霸的一个活动 10月13号 刚好这个 我常讲10月是光辉10月 是国庆的这一月 我们庆祝国庆最好的方式 我想就是把善良的好的愿意做事的政治人物留下来 让他能够继续让国梁市长能够继续为基隆付出 让国梁市长能够继续守护我们基隆市民的市场 从判决里面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所以当初引起这一场真的是一个闹剧 更何况在民主国家本来选举选完了 大家就要好好的团结来拼市政 但是呢 很显然的败选的一群人 他就希望透过罢免的方式 然后来想要重新再来玩一次选举的游戏 然后再想要来执政 其实这个都不对 在民主国家 其实罢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非常少见 他只有在针对今天这个胜选者 他在公务上面或在生活上面 有非常严重的状况 甚至像英国他会要求有罪的判决 这样子他才会进行罢免 但是呢在这里 你今天从判决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市长是为了市民在捍卫市民的资产 结果呢却搞出了一个罢免 要罢免市长 其实我觉得这是极其荒谬 但也让台湾能一次一次的陷入混乱中 那本来我们台湾可以在选举的非选举年 都能够平静的好好拼国家的政策 市政 结果呢现在搞下去变成是 每一年都在混乱中 很希望说的话就是 我们市长的话是真的有努力的在建设 而且呢我们市长跟地委的努力之下呢 我们这一年来说的话 是我们基隆市财政最好的一年 而且呢等等的话我们经过的地方的话也有看到我们市长 我们认真的在为地方和邻里之间呢在做很多的建设 其实我们真的这一年多到基隆各个角落都有努力在做事 那我今天也到东明路来 东明路要做什么 我们等一下一路走顺便可以看一下 东明路要做电线改地下滑 我们跟台电也继续有谈了 东明路在电线改地下滑 其实就是这几里民众的一个心愿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隆每个角落 我们虽然在跟大家肯多 但其实同时间我们也在做继续做更多的市政观察 继续努力让基隆市民更好 立委吴宗宪黄建豪都强调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积极守护市场 却要面临被罢免 认为这场罢免毫无正当性 因此大力呼吁基隆市民好朋友 10月13号出门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中文字幕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记录属于基隆赋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中国来移民到我们台湾 然后这样创业超过20年 其实非常诚恳实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 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 非常感动 确实把我们在这个台湾精神 发挥得非常好 也很谢谢他们这样子 长期的对我们的支持 基隆有宝物猎人 艺术家找寻的宝石在哪里啊 源自台湾的古老染色艺术 究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指出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多项市府标案 都是与其相关密切的友人及业者 质疑谢市长掏空市场 不过市府发言人表示 民进党团介入罢免证据明确 老调重谈毫无意义 拒绝谢游游 民进党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指出包括东岸维峰商场 电动机车专案办公室 杨宝珍政策大使等 六个标案都与谢国良 和家族关系企业有关 谢国良市长与谢游游集团之间 他就是标准的瓜田离下 我说他这个赤裸裸 他很直白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在瓜田纳绿 就是在底下整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议会里面 质疑这些问题的时候 多半的时候 市议会里面的局处首长 不是知误不清 要不然就是拖延不给 望谢国良市长上任之后 诸多的标案都透过 所谓的限制性招标 甚至是最有力标的一个形式 标给自己有关系店的人 身为一个市长 本来就应该要该有回避的部分 他就应该要自行的去处理 但是没想到的是说 这么多的一个标案内容 跟谢国良市长 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甚至是在这个 深陷政治风暴的过程当中 他依然雇我 还可以运用基隆市的资源 来做成政治谈判 政治合作的一个筹码 我们看到有这么多标案 都可能涉及到 所谓的谢游泳 更不要讲 我们在去年 非非底扎的标案 莫名其妙的多给了 十几倍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让我们基隆市民白白多花钱 这些东西 谢国良 他有跟我们说清楚 讲明白吗 针对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指控 市任府发言人 李庆伟强调 民进党团前一天才说 党团没有介入罢名案 但是隔一天 居然居民的文宣都出来了 证明就是介入选举投票的 最佳案例 记者黄绍铭就有报道 基隆市议会民进党团 前往基隆地检署 对市长谢国良提出 加重诽谤的告发 认为反罢免的文宣品上应有 民进党选输了想要重选的字样 是不实消息 市长谢国良与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也都提出回应 一起来了解 这次讨论焦点就是反罢免的文宣当中 民进党选输了想重选的字样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认为是不实资讯 特别提出告诉 如果是我们民进党做的 我们会光荣的 骄傲的 去主张 该是我们做的 我们就是我们做的 但如果 这就是一个公民运动的展现 那我们作为一个在基隆的在野党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服务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 去反映民众的心声 但是我们绝对不敢略美 公民运动的自主性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行动 最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在基隆市各大群组里面 也在鼓吹不断的传递 告诉大家说 民进党是罢免的搞恶霸 民进党搞恶霸 对此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 吴国胜也回应 对啊 我当初我判断是不会过的 所以林又昌进驻以后 就再加上民进党议员 全部涉摊协助 这个第二阶段的联署 才过得关嘛 这个应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等于是两手策略 表面上推给产党团体 事实上是他们的背后在实力 不过的确我们也有某些议员 他民进党的议员 他们也有收受连署书 那也有出来鼓吹罢免这个事情 我想这也是不真的事实 另外拆良团体也发布新闻稿回应 台湾人对于罢免相对冷淡 但是谢国良却能在这样的氛围底下 让罢免团体拿到四万三千份的连署书 与其说是罢免方努力而达成 不如说是今天谢国良市政做得太过于糟糕 让所有的市民都有感 我来就这个平台 就这个机会 中华民国万岁 很好 就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一下 10月13日 一定要出来投罢免票 因为我看他们这样铺天盖地 四个都在做栓团 看起来对这个差量的行动 受很大的阻力 所以真的是因错阳超 我听说黎明要来了 我也不要影响他们的活动 再一次给大家呼吁 我是台湾国理事长 我是陈俊涵 再一次给大家合用 10月13日 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口A2生态园区市营允来 冷嘲不断 市长谢国良宣布将延长市营允时间 让更多游客有机会来免费体验 画面中可以看到 假日的基隆恐龙AR生态园区人潮满满 许多亲子家庭都来体验 显示这样的一个创新营运 的确成功吸引了许多游客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原本预定市营运到9月27号 为了疏解人潮 特别协调将市营运期间延长到10月31号 让更多有兴趣的游客 可以到潮进公园来体验基隆的侏罗纪公园 我们基隆的这个AR的恐龙园区 其实大家都了解 在这个这一次 在这个几个周末 已经是可以说是家贫如潮 那这个人满 这个非常非常的热闹 所以因此呢 我们本府宣布 对于这个原本市营运 直到9月28号的一个市营运时期 我们要把它再来延长 再延长一个月左右 所以新的市营运期 这个会延到10月31号 那主要原因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就挤在 大家认为说 就是只有9月的这几个周末能够过来 所以这个周末 我们预期是一个高峰 所以我不是说 大家这个周末不要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 9月份跟10月份的周末 大家都可以来 请大家不一定一定要挤着 在这个周末或下个周末一定过来 我们会把市营运的时间来延长 另外我明天也会亲自带领 几位局处首长来拜访海科馆 来讨论如何把这个地方 来增加它更好的一个规划 包括说这个接驳等等 因为这个平浪桥 事实上如果很多车子一进去 出不来卡住了 那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多更完整的一个交维的计划 从营运到现在大概经过两个周末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AR的下载数 那在8月30号9月6号 我们总共4188次 但是在第二个周 第二周的时候 9月7号到9月13号 已经累积可以到达快7000次了 那其实那个成长的幅度是真的还蛮多的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海科馆的这个 这个票价 门票的收入的部分 他们假日 假日我们有去问一下海科馆的同仁 那假日大概平均收入在20万 不过9月7号的门票的收入就有达到37万 那其实成长的大概近8成左右 对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货柜市企的摊商 那他过往的假日大概是6000块到1万块 每一天的营收 但是9月7号光是营收就有达到3万 3万元 这只是单一摊商 那其实我们可能还有像 外面的一些 这些餐厅我们都还没有去做询问 那我相信这一波的人有带动 确实有带动 也呼吁之前市长一直想要振兴朝进的这个方案 都有带动到周家的周边的一些环境 另外就是业者也有跟我们讲说 未来包含周遭的饭店 也要可能打造这个所谓的恐龙的房间 或者是还有像周遭旅行 还有旅行社11加12加旅行社 未来都会跟他们来洽谈 希望可以把这个air恐龙公园都可以纳入到他们的行程之中 有很多的市民朋友都有在问 就是说这个到底我们的基隆市民会不会有些优惠啊 会不会有些优惠那我想在营运区结束后 好来我们请这个这个 这边拿一下就是我们基隆市民是有优惠的 基隆市民或者是在基隆念书的学生 包括海大你是外地户籍但在基隆念书的学生 包括从幼啊等等我们的平日是150 那假日的时候是200 那外县市的朋友就收费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外县市朋友我们平日收400元 然后呢假日收450 那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身为基隆市民是越来越幸福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把这个AR的恐龙园区做得更好 市长谢果朗强调努力市政工作是他们目前最重要的重点 结合创意与行动力来活化朝静公园 吸引游客到访 期盼能够振兴朝静地区的观光 带动当地的观光消费产值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台湾管车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味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法体验基隆的味道 社长 你被挡住了哦 好 我来把它翻开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支生蚊虫 不制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欧根的老师就赚了10万哦 我刚赚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50万 报你吧 只有10个领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都要去买鸡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有婴啊人 医院周边有老大人 人车拥挤处有炭假人 5号这行啊口有咱处来人 整条路都自己人 特定区域小心 减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设斩包租贷款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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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关心吗 我都喜欢玩的东西 包租贷款333 帮便行 安心住